在大安西的入海口,有一处卵石的故乡 当地人的先祖学着和卵石共存 他们挖出卵石,开辟广大的良田 也用卵石围出美丽的田梗 煮起高高的蹄房,在幸福的家园 但是最近卵石的故乡有了危机 一条条美丽的卵石田梗即将消失 拆毁了卵石故乡的印记 也遗忘了老祖先藏在卵石内的秘密 这个要做礼拜,这个要做 阿嬷,阿嬷,我吃冰 阿嬷,我吃冰 好热 市居苗栗院里的陈先生准备好生礼 带着家人参加一项祭祀活动 这是院里地区特有的祭祀典礼 七十岁的陈老先生一辈子务农 每一年的祭祀他都会参加 而且也要他的子孙牢记这件事 半世纪以前的一场大洪水造成上千人的伤亡 这件事成为院里居民永远不能抹灭的伤痛 这件事成为尾巴 还有因为在一场大洪水造成上千人的昕 strips 那就像是天下地 这两个放火 守护上面还要一场大洪水造成上千人的 这些像是天下anc人的 天下anns 以前就是我們頭部跟這個 這個魚水蒙石 這個鎖蓋山 鎖蓋山回來的時候 就是說 它這邊的 叫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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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 叫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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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 叫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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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鐵絲網之後的卵石堤防 被大水沖潰 摧毀了家園 奪走了人命 從此以後 農曆7月29日 当地居民都会在蹄房上举行祭祀 追到死去的仙人 也提醒后代子孙记住这段历史 拜 好 再拜 三拜 好 祭祀典礼传言到今日 蕴含了对卵石蹄房的敬意 更要子孙牢记祖先开垢的辛劳 我们这里的风俗是说好兄弟 都拜好兄弟 让我们好兄弟 对啦 这个每一方都会做大水 做大水 每一方都会做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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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会做大水 所以每一方都会做大水 每一方都会做大水 做大水 做大水 每一方都会做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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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栗院里位于大安溪的下游 在常年累月的冲击下 形成一块广大的冲击扇平原 肥沃的土壤适合耕种 但是必须先克服的问题是 土壤中密布的卵石 以及定期泛滥的河水 充满智慧的先民 学习如何与卵石共存 他们挖开平原上的卵石 整理出一片片的凉田 用小卵石围起美丽的田梗 再将大卵石运到河边 建起高高的堤防 挡住泛滥的河水 日据初期 日本人大规模修筑堤防 以严格的要求 采用卵石堆叠技术 在火焰山下 築起这道长长的堤防 日本政策 你现在就在头上 我们的火车就说 说他 他就在头上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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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头上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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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美丽的卵石田梗围起农地 让居民丰收富足 院里的卵石静静躺在田野上 随着时光守护着大地 百年来未曾改变 免除洪水的危害之后 务农的余先生带着虫田炮流进田野 去解决另外一种危害 趕麻雀成为稻米承受时的工作 也让老人家重拾童年游戏的记忆 脸上泛起喜悦的神情 院里田圆景色如同几何构图一般 线条般的卵石田梗 切割绿色田叶 构成美丽图画 但是随着一次次的农地重画 农地里画出许多道路 分割农地的所有权 一条条卵石田梗被拆除 改建成水泥田梗 院里的卵石田园美景 随之慢慢消失 因为每一条权权都有刀 我们煮食都有刀 虽然的权权隔壁都有刀 每一条都有 现在都有 现在旁边都有 整边更更 但是夏天也是很滑 要吃一个点心 或什么都没有煮 眼看着田园风光变调 老人家除了感叹 也别无他法 乱石田梗一身杂草 农村人口凋零 种田都敢吃力 根本没有余力 随时夏天除草 我们这里有一个山水米 现在全民叫人家尽量 它都補柚枝的 柚枝米的 大家也在找那个桃框来製造 叫人家尽量发炒 不要洗油 有那些炒 就表示没有洗油 有桃桃都在那里面 这个中间就是 你的坚持 要你修习的台湾 我们这个山水柚枝 参修办的一个神经 所以今天 当地的民间企业 山水米公司 正在推广一项生态米 种植计划 希望能够重建一个 没有化学农药的 稻米生态体系 不但能种出真正的好米 更能保住卵石田梗 不是只有卵石田梗 不是只有卵石 而是把农药 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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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水果 不管电话 不管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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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米的总经理 叶淑慧 亲自担任产销班长 深入了解农耕技术 不断和农民沟通 生态米的种植观念 大概是五千块 这个卵石里面的缝 它很多泥丘啊 很多那个生物 它可以躲在里面 不像现在的水泥田梗 到六月档的时候 立头恰眼的时候 它没地方躲的时候 就会被塞死 所以它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躲 像如果说整个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田 完整一个生物念的时候 很多田鼠 甚至有蛇 它都会躲在那个石头缝里面 那它所排泄的排泄物 就是最好的一个有机肥料 那目前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就是维护 跟农民沟通 也希望政府 中央政府能够重视 结果整个院里 这个地区的那个 那个卵石器的田梗 让它能够永永远远的 保存在这块土地上面 为了推广有机生态米 获得更好的稻米 山水米就以契作方式 让农民改变传统的 食用化学肥料 大量喷洒农药的农作方式 完全以生态重建的观念 来种植生态米 看小 在这边 就生养一下 大一点 下点 陈先生加入生态米产销班 他在家中饲养小鸭 准备让这群鸭子大军 加入稻米种植的生态体系 营造一个纯自然的种植环境 小鸭鸭 小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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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节省许多开销 如果没有鸭鸭 整个草你没有用油 这草就这么多了 现在你看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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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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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都不能用化學物質去除害 所以鴨子可以吃 所以是我們自然農法的一個大功勞 牠會吃雜草 然後牠會吃福壽羅 除了這樣之外 就是說一般的都會的消費者 來田裡面看 他們就知道說鴨子都吃不死了 哪有可能 這個道點就是應該 是非常的安全的 一個標示生態米的牌樓 聳立在田間 標示著苑裡保留生態環境 打造幼稚稻米文化的決心 我也希望苑裡這塊土地 很多人來都非常的驚嘆 別的地方沒有這個場景 然後從這個卵石器裡面 可以感覺到我們的鮮明 怎麼去開發這一塊平原的 我甚至鼓勵他們 就是說未來一定要朝休閒農業 觀光就休閒農業這條路 而且這個休閒農業必須很健康的 休閒有機農業 朝這一條路走 一段古老的歷史 隱藏著院裡居民對卵石的記憶 雖然時光遠去 但是祖先的智慧並未消失 現今最新的生態農業技術 就是最古老的自然農業方式 最美的休閒農業景致 最美的休閒農業景致 就堆疊在層層斑駁的 卵石天根裡 院裡居民到卵石所藏的秘密 就是美麗的過去和美好的未來 遞一段行程 宋 滅 蔡 小奇